在丧失横行的末世 船上的确比陆地更加安全 但食物却是个最大的问题 病毒爆发还不到一天 这几个幸存者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为了搞到食物 他们只能冒险下船 小美决定带着大壮去她以前上班的超市林员狗 而阿珍和阿伟则留在船上等待 在天黑之前 两人顺利到达了超市 可没想到刚冲进去 一名超市员工就突然出现 还大喊着别让门关上 只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原来因为自动感应能出现故障 只能从外面打开 她已经困在这里一整天了 店员看到小美后 一眼就认出她是以前的同事 而小美却对她毫无印象 随后两人尝试撬开感应能 但却无济于事 而且刚化玻璃还是防弹的 想要砸开也根本不可能 无奈他们只能先收集一些物资 途中店员聊起曾经的往事 也让小美认出了她 原来小美曾是超市里的扫货王 一分钟狂扫23件货王 而店员无论如何都只能扫21件 因此在当年举办的那场活动中 小美拿到了第一名 获得了去国外旅行的机会 自那以后 店员便拼命练习扫货 可即使手臂骨折 也达不到小美的高度 小美听后却表示自己只是运气后 还有意无意地避开这个话题 随后在收集物资的过程中 大壮突然一股尿意来袭 但在去厕所的路上 却看见超市的另一边全是丧尸 差点没把她当场吓娘 大壮只想快点解决赶紧离开这里 可没想到推开厕所的隔间一看 马桶上竟然坐着一只 正在一泻千里的丧尸 看到有食物 丧尸立即停止拉巴巴 毕竟还是填饱肚子更重要一些 此刻的大壮慌张不已 瞬间尿意全无 她一路逃到购物区 可还是不小心被对方抓住了 店员看到丧尸后 发现竟然是超市的经营 裤子上的门禁卡 可以打开她的办公室 里面有打开感应门的钥匙 小美见状立刻拿起一个平底锅 砸向丧尸 不料反而被她一把抓住脖子 眼看两人陷入危机 店员果断拿起一把刀 直接插进丧尸的后背 但一刀下去似乎没什么伤害 不过刚好可以借此机会报个仇 就这样 店员不断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完全不管两人的死活 而在另一边 阿珍见小美两人迟迟未归 担心发生意外 于是也来到了超市 但她并不知道这个感应门 只能从外面开 等到她找到几人时 丧尸已经被刺成了马蜂窝 而现在他们要做的 就是穿过满是丧尸的购物区 并用经理的门禁卡 去她的办公室里 拿到感应门的钥匙 阿珍灵机一动 打算利用音响将诗群引开 于是就叫小美两人去拿音响 而她和店员则负责清理障碍了 途中两人在聊天时 店员又聊到了 她姐姐小美扫货的事 但阿珍听后却说出了真相 原来小美当时作弊 为了能赢得去国外旅游的机会 她将一大串货马放在了衣袖里 店员听后瞬间懵逼 几分钟都没缓过神来 阿珍知道自己说了不该说的事 但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们按照计划开始了行动 随着音乐响起 丧尸纷纷被吸引过来 阿珍手拿音响坐在购物车里 大壮则推着她在超市里四处游 等到所有丧尸被引开后 小美便趁机和店员赶往经理办公室 可她却并未察觉店员的眼神不对劲 两人很快到达目的地 也顺利找到了感应门的钥匙 小美毫不犹豫地把钥匙交给店员 叫她先去开门 自己要去找阿珍两人 不料她刚赶到 就看到一只丧尸准备偷袭他们 而身后的尸群也步步紧逼 两人赶紧用购物车撞倒前面的丧尸 然后提着几袋物资撒腿就跑 可等他们来到出口 却发现感应门依旧是关闭的 就在几人不明所以时 店员突然出现在一旁 小美叫她赶紧开门 而店员却无动于衷 原来她对小美作弊赢得比赛的事情耿耿用 于是打算借此机会进行暴露 面对小美不停地道歉 店员依旧不为所谓 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后 她果断离开了超市 小美一脸懵逼 她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可眼下糟糕的是 狮群已经近在咫尺 三人退无可退 只能站在原地希望丧尸能温柔一点 不料这时感应门突然被打开 原来是阿伟及时赶来 三人健壮 赶紧推着她离开超市 最终有惊无险地逃过一劫 顺利回到船上后 后面的丧尸也再次跟了上来 虽然这次差点领盒饭 但好在带回了不少食物 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可到了第二天 河道中央却突然出现一辆无人驾驶的游艇 刚好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为了能让大红船顺利通过 小美和大壮只好开走游艇 然而等大红船顺利通过之后 小美却不愿意回到大红船上 从未开过游艇的她也想拥有自己的船 尽管阿珍说两条船是雷坠 可她依旧我行我素 不料开出去没多久 阿珍就发现大红船没有了 而小美执意留下的游艇 在关键时刻还是起到了作用 好在这里离加油的地方并不远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加油站竟然还有人 大爷热情地提着加油枪就走了过来 在末世之下这样的好人并不多见 然而在加油之前 他们必须先把小美的丧尸男友引开 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小美和大壮的身上 两人带着丧尸一路往回走 途中还顺便引开了其他跟上来的丧尸 拥有游艇的感觉真不错 速度比起大红船快了不知道多少人 看着小美这么快乐 大壮也想体验一下开游艇的酸爽 但却被无情拒绝 还故意避开这个话题 一旁的大壮瞬间无语 就不能让我过一把瘾了 两人为此争论起来 却浑然不知游艇已经偏离方向 小美尝试再次启动游艇 却发现怎么都打不交 而且船舱还进水了 更糟糕的是 小美的丧尸男友已经追了上来 她的速度竟然比其他丧尸更快 两人以为躲在船上很安全 却不料丧尸男友竟然直接跳入水中 难不成她还会游泳 果不其然下一满 丧尸男友真的爬了上来 与此同时 正在加油的两人从大爷这里了解到 丧尸病毒是从一家酒吧里开始爆发的 虽然军队及时进行风控管制 可还是没能阻止病毒继续蔓延 两人当场愣住 因为大爷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却还是愿意冒险为大家服务 不过大爷接下来说的话 却让两人当场傻眼 他说即使是世界末日 生活也得继续 于是在加完油后 问两人现金还是刷卡 阿珍随即表示没钱 还说现在都世界末日了 要钱有什么用啊 可大爷却不管 直接掏出喷子 这番操作让两人当场懵逼 只好谎称小美那里有钱 于是大爷就开着自己的加油船 带着他们跟了上去 等到三人赶到时 刚好看见小美两人在对抗丧尸 好在大爷及时把船停在岸边 两人赶紧离开游艇 看着丧尸男友如此执着 小美果断拿起加油枪 往游艇上一顿狂喷 是时候跟他彻底分手了 而大爷看到后却很高兴 还贴心地把火机丢了过去 因为他又可以大赚一笔 可等小美把点燃的火机扔过去时 却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燃烧画面 大爷解释是柴友 并不会瞬间爆燃 不过还是点燃了丧尸男友的臭脚丫 但还没高兴太久 被激怒的丧尸男友 就带着燃烧的臭脚扑了过来 小美吓得赶紧往船头跑去 接着拿起大爷的盆 果断对着丧尸男友扣动扳机 虽然成功将其击倒 可同时也打中了船上的燃气管 眼看就要发生爆炸 他们只能抛弃加油船 坐上游艇慌忙逃离 没开出去多久 加油船就发生爆炸 还顺便带走了岸上的丧尸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刚刚加油的顶 但因为船被捂住 而且直到现在大爷都没有收到一分钱 愤怒的他直接将枪口对准起 要他们一分不少地进行赔偿 显然小美也身无分文 眼看大爷就要动手 阿伟看着正在漏水的游艇 顿时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以游艇作为赔偿 大爷以为捡到大瓶 于是果断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他开着漏水的游艇量长而去 虽然有点不讲武德 但也是无奈之举 希望大爷一路顺风 随后几人继续往前开 可眼看就要离开博明汉 前方却突然出现军方的人 并且叫他们立刻把船停下 因为军方正在疏散所有幸存者 但根据多年看电影的经验 阿珍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可小美却直接拉下了刹车 很快一行人就被士兵带到了避难所 还为他们进行了体检 队友表示终于安全了 但阿珍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发现这里的安保设施很松懈 而小美正在抽血的时候 却看到了前男友小帅 兴奋地他直接冲上去啃了一下 殊不知就是因为这一下 间接害死了小帅 此时正准备休息的阿伟 突然看见避难所出现一只丧尸 大壮瞬间没了睡影 只见士兵二话不说 就对着丧尸扣动了扳机 两人顿感不妙 因为枪声会引来更多的丧尸 果不其然 一大批丧尸很快蜂蜂而来 意识到这里不宜久留 小帅叫小美赶紧开溜 还说要找到照片上的这个人 小美一看 竟然是自己的现男友 于是立马告诉他 这个人已经变成丧尸被炸死 小帅顿时就懵懵 因为他就是零号病人 很可能是战胜病毒的关键所在 突然外面响起密集的枪声 看来避难所已经彻底闻险 来不及解释 小帅赶紧带着两人跑路 可在途中的时候 小美却被一只丧尸袭击了 好在两人及时将他救了下来 然而好不容易逃到外面 却发现车子已经开走了 没办法 他们只能徒步前往河边 途中阿珍告诉小帅 说小美的现男友 根本不可能是零号病人 因为在他变异之前 城市就已经爆发了丧尸病毒 这时小美突然感觉后背有点疼 叫阿珍帮他看一下 结果却发现他被丧尸咬了 但阿珍并没有选择声张 很快三人来到停船的地方 阿珍赶紧问小美的身体 是否有什么异样 有没有头重脚轻的感觉 而小美却表示 好的不能再好 反而是小帅出现了呕吐的症状 阿珍赶紧将他扶进船舱 问他是不是被丧尸咬了 可检查全身之后 却并没有发现咬痕 这一幕还差点被小美误了 阿珍又问小帅 为什么觉得小美的前男友是零号病人 小帅说他曾经参加过一场流感实验 而零号病人就在其中 不料话音刚落 两只丧尸就追了上来 阿珍两人试图阻挡 但根本无济于事 幸好关键时刻阿伟和大壮及时赶来 手拿武器的大壮立刻扣动扳机 可结果 一缩子子弹打完 只打中了丧尸的灰指甲 不过也成功让他丧尸了行动能力 但另外一只丧尸却找上了阿珍和小美 两人输出全靠好 拼尽全力终于把丧尸推到了河里 可还没来得及缓口气 一大批丧尸又蜂拥而来 大壮想要开枪 却发现子弹已经打光 他们只能开船逃跑 结果又发现螺旋桨被什么东西卡住 同时阿伟两人也看到了小美后背的咬 她摸了摸后背 差点没晕过去 但眼下最重要的是清理义务 就在阿珍清理时 突然想到小美的现男友并没有被咬 那么为什么会变成丧尸呢 于是问小美是什么时候和她认识的 小美说是参加一场流感实验认识的 之后去过一家酒吧 还被一个陌生人抢吻了 想到大爷说过病毒是从一家酒吧开始爆发的 阿珍恍然大悟 小美就是那个零号病人 这也解释为什么她的现男友没有被咬 结果也会变成丧尸 因为两人发生过亲密接触 这时阿珍终于清理好了螺旋桨 可就在他们准备开动时 却发现丧尸已经近在咫尺 更糟糕的是 被小美经过的小帅也发生了变异 不过很快就被阿珍一巴掌拍下了船 危机总算解除 几人打算继续逃出博明汉 而小美作为零号病人 身体里自然拥有病毒抗体 所以他们不仅要在末世之下生存下去 还要找到军方的人 利用小美身体里的抗体研制出血清 感谢观看